专家老师 主持老师 以及县长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就是李佳童 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 我来自吉林省长春市 今年十八周岁 那我今天很荣幸地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来寻找属于自己的梦想 我九岁参加工作 是一名杂技演员 谢谢 哎呀 欢迎李佳童 多吓人 大家好 我九岁参加工作 太吓人了 你学什么的 高车踢玩 主项 什么 高车踢玩 就是单轮车踢玩 单轮车在上面 然后吻一个根接上 吻一个根接上 是那种吗 当时为什么想去不上学了 然后去练这个 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做演员的梦想 所以说我五岁 奶奶就带我去学舞蹈 然后九岁呢 砸一团来挑演员 我就被选中了 然后舞蹈我同时也没有放弃 然后在我的努力下 十二岁我代表杂业团参加第六届全国金师杯杂技比赛 融合金奖 金师杯就是杂技界的最高奖项了 四年一届的 四年一届 拿了一个金奖 金师奖 是整个的团队嘛 对不对 对 那很不容易 很了不起的 那为什么就不在 因为十八岁年龄不大 为什么不继续了 因为首先有几点嘛 首先第一点是因为工资低 薪水低 然后没有什么保险 低到什么程度呢 刚开始就是说我比完赛回来毕业以后是四百 然后那是2004年的事情 然后2008年呢 就是工资涨为八百 然后就一直都没再动过了 第二点呢 是因为它没有保险 再加上杂技这一块呢 我身体上有一点小伤 你受过伤吗 受过伤 从高空摔下来过 一是这个胳膊折过 然后呢 再就是脚脖子的一个旧伤 就是说经常 我是上面的尖嘛 经常我下翻跟头 所以说就有脚上有一点小伤 然后第三点跟第一点差不多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从小到大都是一直是奶奶在照顾我 然后呢 不管我在哪儿演出 在哪儿工作 都是奶奶陪着我 所以说以我那一点点工资的话 我没有报答奶奶 没有办法报答奶奶对我的恩情 我只想找一份稳定的好的 薪水高的工作 然后呢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将全力以赴的工作 然后回报奶奶 怎么叫从小和奶奶生活呢 是 因为父母吧 也没有什么稳定的工作嘛 然后呢 小的时候我一出生 奶奶就退休了 她一直照顾 所以相当于是自小就和奶奶一块生活过来 对 对 那么十几年的时间 对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的这个杂技团 我是2009年离开杂技团的 09年 离开杂技团以后呢 我呢 跟张亮影和边刘念等多位明星 一同出演了那个大型文艺晚会 叫蓝色畅响在青岛 然后呢 之后2010年呢 我就在体育中心健身俱乐部 担任舞蹈健身教练 我还兼职一些策划活动 然后演出那种的 就给大型公司 例如说他要珠宝宣传啊 电庆啊 或者是说汽车展销啊 或者是说公司年底的联会晚会啊 总结大会啊 就是这些 我明白了 后来你发展成了一个噱头 对 是的 这事儿 钱挣得怎么样 不太好 不是 你个人这样 家童你大概挣多少钱 大概 如果我自己留下来演员那一块 我能留个五千以上吗 一场 你能挣五千以上 对 但是不包括音响在内呢 反正就是能挣些钱 是吧 对 因为这个东西不太好说在哪呢 一个城市和一个地区 一种演出 一个价钱 是是是 对 然后不太好 就是不太方便 全部都投入 而且你像有的老板 他就是什么都不懂 对吧 对 然后咱们去了之后 咱们呱呱一说 因为他什么都不懂 当被咱给说的那个什么了 对 对对对 是吧 因为首先必须要忽悠他一下 是 不管他懂不懂 要忽悠他一下 对 然后最后弄了好多钱 他还觉得便宜 对对对 谢谢 咱为什么这事儿都不想干了呢 不是还可以吗 挣钱 是的 但是呢 这个工作就是比较漂流 漂泊 总不是个长事 对 总不是一个长的工作 好 说回到今天的主题 好 你打算去企业里面找份什么样的工作 就跟我这个相关的 我想发挥我的特长的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文化水平 可能没有那些大学生啊 博士生啊 硕士生 虽然我是高中毕业 甚至我在学杂技 然后白天晚上学文化课这一方面 连高中生可能都没有他那么好的文化 我知道这是我的缺陷 但是呢 刚好我年龄小 也有优势 然后我打算以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 我想重新发展一下 就是好好再去学习一下 再去补一下我这个欠缺 其实嘉童说的这个工作 有点像是咱们企业的叫市场嘛 是不是市场推广啊 市场策划 市场宣传 市场执行 好来 小东提问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所说的所有的东西啊 其实都是你个人经历过的 但是你经历的全是在你那个杂技团 那个圈子 但是你要做真的 踏踏实实想做一个长期的东西 尤其是文艺策划 需要知识 需要见识 所以你有没有考虑再学一个大学 或者学一个什么 专门学市场 然后再回来找工作 可能这个壁垒会低很多 我是想 因为那我为什么要辞职杂技团这个工作呢 就是因为说薪水低 然后我想呢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让奶奶放心 因为她年龄也大了嘛 我也想照顾她 回报她 所以我想最好可以的话 是可以边工作 边学习 然后累积经验 但同时也能学习得到 上一个非全日制的那种 对 我不是说非常希望说放弃一个 然后得到一个这样的 对 因为像我们这种做传媒的企业 其实市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明白 就是等于你自己要为这个企业策划很多东西 我明白 小冬你的担心是 她现在手里面的优势 可能在她未来工作的时候反而成为劣势 没错 对 是吧 有可能 因为 她可能适合去表现 她本身非常好的表现 是的 但是要组织表现 特别要去创意表现 创意是第一位的 对 创意是第一位的 因为你要有想象力 要有创造力 林平 我觉得她今天一上场 我开始看的时候 我觉得她专业 好像跟我们也不是太对口 看她一上场 她自己说之后 只是实惠我们今天不是要 投资三部电影 对 她其实适合做那个 什么演员副导演 现场副导演 她其实适合做 还是外联 这适合 现场统筹或者是外联 统筹也可以的 对 明白了 我觉得这个职人 做电影很辛苦的 是很辛苦 来小燕 那个我现在正在策划一个舞台剧 叫印象伊利诺伊 那当然了 这个印象伊利诺伊 还是就是那个印象系列 你看过吗 是那个王朝歌大导演做的 那他现在想帮我 导这部戏 那我们公司呢 就是得有相关的人 他自己又懂一些舞蹈 然后他又能去找一些演员 然后他自己又能表演 那我其实就是 马上就要编排这个戏 我还正 小燕这是工作吗 是工作 是长期的工作 我希望找这么一个负责人 又懂这个专业 又有热情 然后自己又会表演 又懂点舞蹈 你能做吗 可以呀 可以做吗 你有兴趣做是吗 有兴趣 你能做一个活动 你能帮我 我是一个在互联盘卖鞋的公司 能帮我策划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能够展示我的产品 我给你辅导啊 你熟悉哪个校园 咱们这回进的那个杂技学校 好吗 进杂技学校去做地面活动 现在你给策划一下 好吗 说那么一两个亮点 来 最重要的 就是要让杂技演员知道 这双鞋 练功的时候非常舒服 这是最重要的 我会请一批杂技演员 穿着这双鞋 来为大家演一段杂技 然后告诉大家 这双鞋是非常实用的 就好比我们平时练功的时候 要穿的那双练功鞋一样 谢谢 所以我发现 特别充满了一个孩子 他虽然非常清楚 确实远远超过了18岁他的年龄 可能很多大学本科毕业的同学 在面对李树斌的这个题目的时候 都没有这么清楚 但是你越清楚 家童 我越有心疼的感觉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不该这么清楚的 18岁的女孩子 不该这么清楚的 你90岁工作肯定有 对啊 因为90岁就开始工作了 所以奶奶也在现场 对不对 来 欢迎奶奶 对 就孩子 刚才都特懂事 也让男大人心疼 主要不好 我脾气不好 管得比较严 你还动手啊 真打呀 真打 我成江从一楼打到六楼 从六楼打到一楼 从一楼就打回去 你是空手啊 还是用兵器啊 用脱步杆 用脱步杆 其实在杂技学校 管得也很严 特苦 特苦 你也不知道他们咋练的 然后你这个奶奶又特狠 是吧 拿个蹲步杆 打就打吧 还拿兵器 主要吧 说老话 孩子吧 你不能太惯的 让他独立 自强 自卑 所以咱们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咱们不拿穷和富 有的时候是家教特别管得严 严厉 严格的时候 那个孩子真的 一出来之后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说很大气 然后很有理 各方面知道怎么相处 这方面奶奶你是有功劳的 有功劳 有功劳 谢谢 谢谢 第一次选择 家童逝去逝留 谢谢 今天呢 第一次 十二盏灯 全部为家童亮着 来 天生我有 你又有很成熟的一面 但是其实不断地表现出 很天真 很浪漫的孩子气 那你 因为你要有这样很多的商业的这种接洽 你只有十八岁 你是怎么让那个客户相信你 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好的 我们公司要办一活动 你要和我谈一下 把这个项目给你要多少钱 好吧 你就照着十万要 十万要 还没要过这么高的钱 少刚 你就让他试试十万块钱 十万 对吧 让人家相信 可以把十万块钱一个项目 交给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 我要做年会 好 年会 来 老板你好 你好 我是那个 多大了姑娘 十八岁 小姑娘嘛 我是跟次帮你策划这整台晚会的编导 然后呢 我首先先给你看一下 我之前排过所有的这个资料 我没时间看 我就问你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年会 你 怎么 怎么你就能弄好 首先 我非常了解你们公司 不是需求什么呀 要做年会 有什么需求啊 那当然是热闹了 一定是以开心为主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知道首先 要让这个厂子 要活跃 要热闹起来 然后呢 要让这个公司明白 让这些公司的员工明白 这个公司的老板 是关心你们的 在乎你们的 爱护你们的 多少钱 这个价钱可能稍微有点高 但是物高所值 你请我 我会把你这场活动 办得非常热闹 然后非常温暖 肯定是这样的 这样这样 你给我三个主题词 你如果这关键词 说的 就正好说到我心坎里 我就给你 首先一 尝回家看看 不管你在外面工作 多长时间 父母还是最重要的 好 二 努力 努力 好 第三个关键词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坚持 坚持 嗯 我怎么听着那么抽象呢 姑娘 我这个活动 这个年会 能够给我那关键词 让我感觉更明显一些吗 坚持可以用一个小品来表现 用我们一个小品来表现 这个坚持 好 那努力怎么表现 努力可以用舞蹈来表现 我也会跳一段舞蹈 然后让大家感觉到 我们这个舞蹈 是非常有激情的 然后就是给人感觉 就是奋发向上 那舞蹈谁 谁弄呀 我来编 我是编导 那前面的那个小品 谁来弄啊 小品也是我来编 我是编导啊 行 那总共的这个碗 对谁来弄啊 我来弄 你们公司合就你一个人是吧 是 一个人的公司呀 因为我没有公司 所以说就是我一个人 好 已经相当不错了 极致能力已经相当不错了 主动权到了家童首里 选择 就是家胜下来的 先听听他们各自提供的工作 我一项一项跟你说 好吧 好 来 月明 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企划宣传部门的 因为你之前做很多策划这方面经验 因为我们四五一份开始有全国的百城的校园的巡演 那那个我想就带在我身边 假如说我要雇她 我就带在我身边 我甚至考虑让她住在我家里 那我觉得这小姑娘特别有灵气 所以我愿意带着她 我带着她的过程中 她需要什么学习 我觉得我再送她去学 所以小燕其实这份工作 我今天有点像认了半个姑娘 谢谢 小燕这份伊利诺伊的介绍工作 准确地说应该是伊利诺伊的一些演出项目的督导联络工作 对对对 没错吧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三盏灯 先灭掉 谁说谁说人的年龄小 谈钱不上感情 谈钱的事自己来 唐总 石总 来 唐总你好 请问您给我的薪资是多少 我们做企划这个宣传执行 转正之后是四千 我就满足你的心愿吧 这个事工期就五千块钱 那那个奶奶就是她要是你们愿意自己住呢 我就提供一个酒店的单间给你们住 假如说奶奶不跟着她呢 她就可以住在我家里 谢谢你 15秒钟的思考 家同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 唐岳明 还是选择 石小燕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谢谢 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